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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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收睇家境清贫泰国新闻 以下来今天要讲的新闻 跟大家可能息息相关 因为香港未来有机会是0加7 其实未谈0加7之制 我日前日后这几天 在曼谷街头都见到很多香港朋友 有些人过来移居 有些人过来旅行 甚至看到有些朋友来5天 就是来5天 你回去要隔离3加4 你都愿意隔离 太久没来 多谢大家支持泰国旅游业 3加4之下 也有这么多人冒名而来 0加7大家愿意一窩蜂 好了 问题出现了 直至昨天 都依然有网民在问 现在泰国实请来的时候 还有什么要搞的 会不会像以前那样 去领事馆申请 既然如此 我不如一次过 将之前曾经说过的东西 再 summarize 说一次给大家听 又叫做update 让大家知道 若然这个期间 0加7之下 大家想来泰国旅游的话 可以怎样做 和应该怎样做 其实有些资料未100% confirm 但未来也会 confirm 当然了 如果大家有疑问的话 不妨打电话 泰国政府旅游局 香港办事处去查宗 电话就是 28680732 28680732 本来可以找到钟小姐 但是钟小姐正在放教 你看看没有其他职员 可以帮到你 好了 那说回来 就是说 现时香港的人士 如果 不要说香港 其他世界各地的人士 如果要来泰国 那本来就是说 你来之前 你起码要打齐两针 只要你买机票酒店就可以了 不需要去领事馆申请任何东西 基本上 你有机票酒店 甚至乎你没有酒店也可以 我来住叔叔的家 都可以的 你有机票就可以了 就是完全不需要做任何东西 不需要去领事馆搞那么多东西 还有来之前 不需要去验什么的证明 那来到呢 来到不需要隔离 也都不需要去验任何东西 但是据闻呢 10月1号开始 就算不需要去打针 都可以来 那详细情形如何呢 有待下回分解 大家密切留意 基本上来泰国 就已经是更加容易 是太容易 太容易 更加之容易 那来到泰国 有什么要留意呢 会不会有些地方 是强迫戴口罩 是没有的 好像昨晚 因为前晚 我出席了 CN Palagon商场 举行的一个 fashion show 在 fashion show 的现场里面 也有很多 当然 你走Catwalk 那些 骂爆爆的模特儿 当然不会戴口罩 而一众的观众 有很多都没有戴口罩 也没有强迫你 但是当然 可能劝语大家 会戴 但是你有权是不戴 你视乎自己的需要 那当然你可能会说 喂 这不是很危险吗 危不危险 看看你怎么看呢 事实上 泰国已经由10月1日开始 将会将新冠肺炎 命名为地区性的疾病 所以也不会太惶恐 尽量希望与他共存 尽量促进经济繁荣 和回复以前的生活形态 是好事还是不好事 不多给留言 总之大家自行去决定 觉得 马照跑舞照跳 好像很开心 那你就来 你觉得好像很危险 害怕的 那就不要来 如果你害怕你就不要来 不是说叫大家不要来 那大家听着 那这样的环境之下 大家不妨去衡量 究竟 在来的一个地方 个个都可以不戴口罩 有没有问题呢 我自己来说 新鲜市桌 这么久以来都到处碰 到处碰 慶幸到今时今日 touch road 还没出现 那其实 还不中招 或多或少看自己的体质 还有很不幸的 Anyway 大家自行去分析 好了 没有地方强迫你戴口罩 你可以戴或者不戴 又或者一些餐厅 有没有social distancing 其实已经没有了 就是个个都进去吃东西 不戴口罩 吃东西喝东西 已经很平常 会不会有些地方是关了 基本上 都关了 都关了 以前说过 现在再说过 甚至说 很开心的地方 你知道泰国有些男人 很潔癖 常常要去洗澡 去洗澡的地方 以前都关了 现在都关了 都关了 我的泰国朋友都告诉我 那里都要常营业了 譬如有些酒吧 某些地区 有些地区还在关 关着不是因为疫情关系 而是因为生意不好 而关着 而某一些较为出名 灯红酒陆的地方 比如Socovid 都已经关了 又或者正正经经做个按摩 或者看表演 看演唱会 都已经是一切如常 是生活如常 即是不存在说 第一 你要去隔离 第二 又是这里不准去 那里不准去 第三 堂食行不行 是绝对没问题的 然后我想看表演 可以不可以 正经 例如看 fashion show 可以不可以 当然不可以 没有票 又不能入场 你有票的话 你怎样看都可以 没有问题的 没有人强迫你做一些事情 当然有时候有些地方 强迫你做一些事情 都是为你好 不妨自己去衡量 你自己的体质 应不应该去追随这些事情 如果觉得 不是 都是危险 危机处处 那你当然戴着口罩 会好些 否则的话 其实你觉得 如果情况可能许可 或者附近没什么人 方圆四百里 没有人 或者空抗地方 你都可以不戴 又或者如果你说 不是 我都想做一个市民的责任 去哪里戴口罩 是好的 其实呢 今时今日 都有很多泰国人 依然是戴口罩 虽然政府没有强迫 没有和大家说 一定要戴不戴 罚钱没有这件事情 但是很多人为了自己 为了他人 出入 我见商场 很多人都是戴口罩 但当然 譬如那晚看 fashion show 有很多明星明人 帅哥帅女 戴口罩就不漂亮了 因为拍照 看不到他的样子 所以有很多 都会有不戴的情况出现 但是普遍 一般市民 譬如我住的大厦 想想落落 坐电梯 每个人都戴口罩 每个人都很乖 你想说 入乡随着戴 也可以 或者我戴了之后 可能呼吸不是什么 你都可以自己去衡量 不是事必要 你自己衡量 自己想清楚 应该怎么做 好了 说到你在泰国 我逗留了这么久 你一旦 我不愿意走 想多留一几天 行不行 之前 来泰国 只可以逗留三十天 但现在 是逗留四十五天 你可以在泰国 逗留四十五天 才走 也可以 至于另一件事 当你始终要走的一天 你要回香港 那怎样 做回香港 可能会是零加七 但你都可能要去香港之前核酸 那可以怎样呢 我日前日后都介绍了 在这个唐罗BTS站上面 有一个地方是做核酸的 是站里面 那次有个网民告诉我 找不到 怎会找不到 在站里面 你怎可能找不到 我还以为收拾了 回去查一下 它还健在 没有收拾到 可能不知为何它找不到 在站里面 还有呢 在国际机场 舒威林宏那里 下面那一层 等的士的外面 旁边 都有个小屋 也是做这些核酸检查 当然 其实在泰国曼谷 做核酸检查的地方 还有很多 据说 有些便宜漂亮 很便宜的 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资料 都不妨留言 等大家的网民 可以作为参考 好老实说 我不是一个用户 我未去光顺过 我未离开过泰国 我未去光顺过 我未去光顺过 不知道什么叫便宜漂亮正 会不会光顺得你不痛 又为之正呢 或者 诶 那个护士很漂亮 会不会 即是漂亮呢 那便宜来说 我就 不知道大家的价钱 那个 怎么为之真是便宜 于是 大家都是那一句 可以留言 如果试过 试过哪个 真的便宜漂亮正 姑娘很正 打到一点都不痛 很过瘾 你留言告诉我 等大家都可以参考 去找回那个姑娘 怎样可以试过她 觉得不漂亮 不正 不试过她不痛 还要笑 那是好的 那便宜漂亮正 就给一些 心水的心得留言 告诉我们 好了 至于说 之后回到香港的情况是怎样呢 回到香港的情况是怎样呢 回到香港的情况是怎样呢 零加七之后 她会怎样做呢 这个我暂时都未知 可能到时 大家都是依然不能够 出去吃东西 又或者whatever 这个不知道 密切留意 看看香港政府 如何公布 至于泰国政府 那方面 摆出来就是这样 第一 你来之前 不需要做测试 跟着 然后来到 亦都不需要隔离 是很自由的 那你有机票酒店 那是否一定要戴口罩呢 那你自己去行论 至于说 一觉不觉意 在这里 遭遇了 那怎样呢 我通常呢 就会教大家 如果这样的时候 你不妨通知一间酒店 等酒店通知有关的医院 等医院去评估 你的情况是怎样 那会不会捉你去一些 类似捉弯的地方 去隔离 泰国现在没有这件事 可能医院都是说 你来我这里 我给你一些药 或者你可以找一些私家医院 去私家医生去求诊 那医生给你吃 那当然了 你病了期间 你当然是 不可以到处 不戴口罩到处去 那就会影响到其他人 那要尽量 在酒店不要出街 以及尽量 就算你出街 要拿药 或什么都好 你都戴口罩 做一个良好的市民 良好的一个游客 就不要做坏规矩 若然你真的不注意 这么不幸 乱了东西 但如果真的没有什么 基本上来泰国是很方便 太容易 太容易 是完全没有什么特别的 至于说 刚才说过 你30天不够玩 留多15天 45天都可以 而且未来也可能 甚至乎不需要出示 任何打针证明文件都可以 因为它已经是将这个病情 变成了一个地方性病毒 再不是一个很强行 很凶猛的病菌 所以有机会 你出发来泰国之前 不需要出示 任何打针证明文件都可以 但这件事 就等下回分解 未来也会公布 有关的消息 也可以打电话 泰国政府 香港办事处查询 让它确认给你 电话是 28680732 电话是28680732 希望大家 在这个0加7之下 可以到处去玩 甚至乎 来泰国振兴经济 多谢大家 希望以上的资料 对大家有用 多谢大家的支持 多谢大家的支持 多谢